來 我講到重點 你看自四月底 我就說好 來 我們全部都不予回應了 我們全部做愛心公益 那你看 今天他又跑去 我要講就是說 當今天疫情那麼嚴峻的時期了 你懂嗎 事情是大就說好啊 不要再延續下去了 龍尾社會主完 光臨不會 平方做龍要做什麼 新風做龍要做什麼 比較有什麼意義 趁熱度不是這樣趁的嘛 阿姐可以直接給要做什麼 去那邊打個卡 留個面沒有意義啦 好不好 在這個5月5號 運動場的這個制約 這個是確定是取消了 那這件事情在幾位 這些 我們這些老哥 這些哥哥長輩的 他們這些的關心之下 那目前 是已經告一段落了 OK 等一下喔 我們到桃園體育場來 大家看一下 桃園體育場 來 5月5號下午6點 5月5號下午6點 我如起步對不對 那我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我不會下車 我不會下車 因為我不希望造成社會負擔 跟防疫的破口 這兩天因為 比較不容易 我兒子一個在發燒 所以說我會去顧小朋友 這幾天比較滿 導演主席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我今天去做愛心做公益 剛剛到三重去 那去跟這個 蔡清泰 泰哥 我們一起去這個 親安家庭 跟低收入戶 我們挨家挨戶的 來去 去做這個 愛心公益 我要跟大家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今天來呼籲這個重點 重點在於 從4月30號 我已經說過了 我們不要再回應這些問題 齁 你像那天水果王 水果王 對不對 他們大家在那邊邊邊邊邊 你們去看一下這幾天 有大律師 明律師 你們去看一下他沒有IT 來 我會講的重點 你看自 4月30號 我就說 好 來 我們全部都不予回應了 我們全部做愛心公益 那你看 今天他又跑去 第一個 今天浪費社會資源 興風作浪 再來 今天他又去 你看 讓這些警官大人那麼辛苦 我講一句實在話 你這樣的做法 到底用意在哪裡 我要講就是說 當今天疫情 那麼嚴峻的時期了 你懂嗎 事情是大就說好了 不要再延續了 浪費社會資源 光臨不會 平衡做龍 要做什麼 興風作浪 要做什麼 比較有什麼意義 趁熱度 不是這樣趁的 我一直在說 事情 大家 你本來要打工 你不應該今天會主持 說好的命 他又在身風作龍 坐客廳車 要做什麼 去那邊打個卡 留個面 沒有意義 好不好 坐吧 老闆 老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